发下程序 利用太阳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阳光的五大好处 一 日光玉在适度的情况下 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太阳能量 但需要根据个人频率和直觉 把握合适的时间 2.直视正午的太阳对眼睛有一定伤害 不过在日出和日落时分 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和体察太阳光 3.在黎明和黄昏时分 冥想观太阳 可以更好地利用太阳能量进行内在的蜕变 对于我们从探机向归机转化的过程 密切相关 4.这种转化是逐步微量发生的 而非迅速彻底改变 观察太阳的脉动和光影 可以帮助我们内在 与这一转化的节奏保持一致 5.总的来说 你强调合理使用太阳能量的重要性 既可以获益 又要避免伤害 内在冥想与体察太阳 是更为高明的用途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八下是怎么说的 问 我们人类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日光玉 八下 嗯 问 我目前的理解是 在白天的某些时候 或者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 臭氧层允许某些辐射通过 可以这样说 那是一种很难转化的辐射 八下 有时是的 在各地会有波动 是的 但这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事情 问 从你的角度来看 日光玉是什么 也就是花很多时间 晒太阳辐射吗 八下 再说一次 这取决于个人的频率 如果他们在振动上连接到了自己 他们就会知道 什么时候适可而止 而且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此时 在你们星球上的某些地区 不要做太多日光玉 或许会是明智的选择 但 这并不一定会伤害到很多人 如果他们处于某一种频率 在这频率下连接到了他们的直觉 并且 简单地感受到活动的时机 和他们应该花多少时间 待在那个特定的区域 问 谢谢你 具体来说 我想问一下 关于从碳级转变为更多的归级 打下 这就是你现在所做的 问 使用太阳作为加速该过程的方式 打下 好吧 其中一个方法是直视太阳 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自旋 当你直视它的时候 它就会随着音而跳动 然后 然后是阳的跳动 然后是阳的跳动 来回的 方向 有些人可能会理解我们刚才描述的 力线 维度线的扭曲 维度变化 以及类似这些性质的事情 然而 我不建议直视太阳 至少不是在你们的物理维度上 问 为什么不呢 巴下 除非你不想要维护眼睛了 问 那当日出日落 太阳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怎么样呢 巴下 从那个意义上说 有时候你可以更直接的看太阳 但是要明白 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冥想 这是利用这些能量的最好方法 当太阳在 在你感觉起来 正午在天空中最高的时候 这是其他类型的利用能量的时间 但在冥想中 无论是在黎明 还是黄昏 都是利用太阳能量 和太阳光线 来引起 范式转变的最佳时间 因为 正当你看到 外在太阳光的反射的时候 这便使你进入了内在 这就是引起你内在 发生最强烈的蜕变的原因 特别是 就你使用光的方法而言 是的 而且这直接关联到你的系统 从碳机到轨机的转变 但这不会很快发生 它只会微量的发生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了 你明白吗 问 是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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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